年輕人 怎麼會這樣 有沒有人看見 別動 斷了 叫人 叫人啊 是谁干的啊 我属三心啊 我属三心啊 啊 是我做的 首先 我覺得今天真的很有趣 我常去法院 法院都會有記者 有時候就兩三個 有時候就一兩個 除非今天有什麼 或是最近我搞了什麼大事 比方說那時候要搞七一六啊 去年 或者說之前好幾年前 就是 大家可能都不懂我的意思 就是說 反正我今天去法院 我是都會遇到記者 沒有錯 但是我今天去法院 我去高等法院嘛 我就覺得說 我一下車 我車一開到法院前面 我要下車嘛 然後法院門口 我就說 撒小啦 那麼多記者 今天記者超多 然後你們就傻眼 我就傻眼 這傻眼 我說 我現在想說 幹人家七八咧 我最近是有搞什麼事情嗎 也沒有啊 幹怎麼這麼多記者 關心啦怎麼多記者來 好然後我就先上去了嘛 我就先上去 我說我開完庭再聊 因為我要開庭的 喔我要開庭的 喔你不可能叫法官 你的法官要開庭嘛 你不可能叫法官說 陳詹怎麼沒到 法警在那邊說 他在樓下接受記者採訪啊 不可能嘛 所以我就說我先開庭 我就上去了 那 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 然後他們真的等我開完庭 對沒有錯 看一下記得啦 現身網紅艾瑪因為不滿前雇主 也就是館長陳之翰 直播上稱他說性騷擾男教練 因此提告誹謗 整個案件上訴高院之後 今天上午是再度開庭 隨機消息連線給記者姚怡婷 怡婷 好主播各位觀眾 網紅教練艾瑪呢 因為不滿館長陳之翰是在直播上 表示說他性騷擾男教練 因此來提告誹謗 但其實案件呢 今天已經從一審來到了二審 法官再度傳喚雙方來出庭 那對此呢我們來聽一下館長怎麼說 他那時候被客人性騷擾 好我們去調露營袋就沒有嘛 我就那個露營袋有嗎 我們調沒有 然後我們兩個主管去問他 我們現在幫你不然 還是要幫你提告還是報案 對不對報案嘛 他也不要 反正說他在直是這樣講嘛 離職了之後 就說我們都沒有管 這不是一個 怎麼可能沒有管 我這麼有名的人 我敢不管啊 應該管的 我的員工都瞭解我 我怎麼可能 我只要員工有事情 不管是什麼事情 講了我一定幫 錢我都在借了 你被客人性騷擾 哇靠我一定幫他的嘛 那時候問他要不要告他也說不要 那之後他現在我怎麼知道他答辯這樣 就算了啦 反正都六年了嘛 我就說這個案子都六年了 好的這個開庭時間呢 大概約半個小時就已經結束了 這個館長呢 對於這個案子其實情緒上是相當的無奈 表示說他已經 禪送六年了 到現在還在打這個官司 那不過呢他在開庭的時候 館長也表示對此呢 他都是否認犯罪的 不過呢對照方 也就是王皇艾瑪這邊表示 他其實都是沒有做到查證的應務 因此不應該在直播上 直接的來公開批評他 那對此因此 檢方呢也就希望說 可不可以求刑大概是四個月 那原本的一審館長是被判處誤歲 會不會到時候二審出來 逆轉變成四個月有期突起呢 接下來法官呢 是預計六月四號就會進行宣判 到時候結果怎麼樣 交由法官來審 我聊一下我聊一下 我自己的事情我懂 首先 最好笑的是什麼 這個案子六年了 18 19開始告 19 2021 22 23 24 第六年 18年直播 19年直播 19年直播 19年開始告 19 20 21 22 23 24 第六年 欸 謝謝 謝謝 謝謝董雷謝謝 六年 第六年 這已經到跟三神 所以我常常講喔 台灣是一個 這個 這個法律 這個法律真的要改一改 老子都已經贏三次了 我再次強調喔 這個我已經贏三次了 這個案子 你被贏 來為什麼贏三次 該調查的 為什麼他告我 他告我 他告我很多啦 甚至 我跟大家講 還有另外一個 還有 他有告我民事嘛 民事法官給他 十萬 說啊 我那時候我會想說 我律師跟我講 法官醫師說 民事庭他也告嘛 法官醫師說 我跟你講他的律師啦 永遠都講啦 都說啊 我們多有影響力啊 我們講下去啊 他會什麼樣啊 反正各式各樣 就是說 喔我們講出來啊 他的什麼教練生涯啊 什麼很可憐啊 沒有收入啊 類似這樣 所以那時候 法官醫師就說 啊不然我 基本倍十萬啦 十萬塊 我想說十萬塊 喔 比我律師會便宜啊 因為二省三省嘛 一直打下去 我想說 喔這個就 來討錢的嘛 你懂嗎 啊十萬塊 我說喔好啊 不然就給他 民事庭的部分呢 他是分開告喔 我先搶喔 錢他也要 我也給了 好幾年前就給了 我們看另外一個報導啦 好幾年前 好幾年前我就給了 好幾年前我就給了 喔我等一下再放另外一段 因為記者有訪我有講 好幾年前我錢就給了 但是他的刑事庭 他是一直上訴 一直上訴 行 我們就不要講 因為他民事庭告是髒話的部分 喔 那 髒話的部分 民事庭法官醫師就是說 啊就call 他每次去都哭嘛 我跟大家講 每次去都哭 他可以哭到 整個法院沒辦法開庭 都要等他哭完 大家懂嗎 有時候女權啊 真的很好用 真的 法官真的很吃這一套 女權啊 喔 都不了解為什麼今天 我會去跟他結這個糧子 我再次講 喔 為什麼 我對員工都很好 我強調 我也沒有對不起員工過 我該給員工處理的 我一定處理到 你最滿意為止 沒有辦法處理的 我也沒辦法處理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欸謝謝同內兄弟 這件事情我真的從頭到尾要再回 大家回顧一次 這個人離職了 兩年了 喔不止 他15年離職的 他跟他男朋友 15年離職的 喔 那他的故事我們全程 是在老班的幾乎都知道 我們怎麼對他好的 大家也都知道 這個師兄弟啊 我體下的徒弟大家都知道 我們真的對他們很好 沒有對不起啊 沒有對不起 這個東西啊 謝謝同內 他15年離職的 1819年 我忘記是18年還是19年 他就開一個YouTube 為了趁我流量 這個很明顯 他的影片後來變百萬流月 瀏覽喔 我跟大家講 他的頻道 你可以看他有好幾支 那個時候 他頻頻上新聞 追蹤數用非的 他的訂閱追蹤數用非的 喔他還出沒什麼 反管聯盟 在長河 超好笑啦 喔 反正那時候很好笑 喔 1819年 韓國瑜時代嘛 蔡英文時代嘛 大家回顧一下那時候 然後呢 你都已經走 你都已經走了 三年四年了 你離開公司 忽然他開直播 他講的就是 喔我已經在成績思汗啊 我一天要掃八個小時的地 然後裡面講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對他很不好 就是這個人離開了若干年後 他開直播最多人喜歡上去看的 就是講我們公司不好 我要不要反擊 我一定要反擊吧 當初他們走得很誇張 我沒有騙你啦 就是最狠的那一種 我們非常照顧 尤其是他男朋友 照顧到不行 他男朋友還是主管喔 薪資十五萬一個月 我沒有在撈開的啦 所以那時候我就 他就講啦 他一直就說什麼 他性騷擾 我們沒有處理 在他的後來 我們說我們怎麼沒有處理 去法院我跟大家報告 男主管 大口你們知道啊 女主管蔡蔡 我們以前的主管 人家離職了喔 沒辦法嘛要作證 人家還是為了我們 跑回來 還有我們以前的佩佩 三個員工兩個離職人 為了這個案子 重新開庭回來 被叫回來喔 作證喔 兩次 因為他一直上訴嘛 都做了這麼多的調查 我意思是說司法浪費時間 就是這樣 所有的證人 所有的證人 所有的證物 我們都非常齊全 我們的主管 我們的主管從 跟他講 事情發生 他說他一顆人摸嘛 我們調監視錄影帶 沒看到 我們在法院也是這樣講的喔 我跟大家報告 而且講兩次喔 我們的女主管 也 在法院上說 我自己是女生 我們有去關心她 怎麼沒有關心她 她說公司都不處理 這個事情我跟大家講 從頭到尾 是一個人對我們公司 頗死頗憤 我們出來 捍衛 我們的 陳律師 的這個商譽 結果咧 結果被他反告 請你搞清楚這件事情 從頭到尾 從頭到尾發生 是什麼發生的 我都沒有騙各位 證據你們去 如果會 是法律師會月券喔 可以去月 這裡面這三省 我們都有叫證人來 證人都有 連他男朋友 現在跟他分手了 A馬的男朋友 後來變證人也有來 也被我們調過來問 大家把當時候 那個時候都理清楚 我們也有說 那時候說 我再次強調 我問他說要不要報案 還是要告這個會員 他都說不用 各位你用屁眼想啦 我館長 如果我的女員工 被客人性騷 我自知不理 今天有腦子的人都知道 我當年絕對上新聞 要像A馬這種個性的人 他會忍嗎 他會吞嗎 若干年後15年離職 19年出來講這件事情 講這些我們陳迪斯安 這些種種 我當然掉出來說 你都在說謊啊 也許用字遣詞 有臭丸辣 可是各位如果你是我 你今天對這個員工也不薄 那時候走的時候又 很狠啊 帶走一堆客人啊 然後 也不交接啦 讓我們公司來不及交接 忽然就要離職了 忽然 所以說他下個月要去 叫跳劍工 我告訴你 劍工比較好啊 在我面前這樣講 很狠欸 住在大胖家裡 大家一起吃一起住 大胖照顧他們 照顧我又要死 還破格 這件事情被我罵 當我罵很久 也是我們陳迪斯安 因為這個事情 我們現在升遷的管道 都不一樣 不是有主管 是很多大家要評比 當初他男朋友就是這樣升起來 我們對他真的也很好 他就忽然離職了 離職了把客人帶走 結果我只是在直播上講 這是第一件事情 說他去建工 我跟大家報告 他去建工 他也是發生了 他跟建工的男教練 發生了這種性騷擾事件 我在直播講出來 他就去告我什麼 告我在直播上面講的這一段 說他在陳迪斯安 我們新莊管的時候 他說我說這段是說謊 說我們沒有幫他處理 我們的證人來了好幾個 全部都說他說謊 我們都有幫他 這樣子可以開六年的庭 大家聽聽看就好了啦 然後他跟建工的那件事情 他自己有放IG 我們都有截圖喔 還提供給法官喔 你知道他今天他的檢察官 不好意思啊檢察官 在做最後答辯的時候怎麼講 有一段我聽了真的很不爽 都六年了啦 我們都把他當收集 不然我們怎麼知道 還有我們還去問 因為他的他的同事一樣在建工的 以前在有陳迪斯安 後來也是跑去建工作 跟他是同事 所以我們有兩個證據 第一個他IG上自己PO出來說 他跟同事發生性騷擾 所以他離職了 第二個就是 他的同事也是全員工 我的全員工 親口跟我們講 他在建工發案這些事情 檢察官說什麼 我是一個百萬網紅啦 我是一個網路領袖啦 甚至是KOL啦 有龐大的影響力跟流量啦 今天啦 陳迪斯安啦 就是沒有進到查證的義務啦 所以這屬於毀謗啦 事情 尤其是像我這種網紅啦 不能單看 IG跟聽 聽他同事講啦 要去調查清楚啦 我就問各位齁 我被民進黨告 我告民進黨 我告那個誰啊 靠北啊 激進黨那個女的叫什麼 殺小啊 他落算啦 那個殺小啦 那個叫殺小啦 無心蛋 他是不是說我們公司是黑道 他是不是說我們公司是黑道 說我們公司人有前科 黑道洗錢公司 黑道健身房 我們告他 他去法院怎麼答辯 他說館長 曾經在直播上 社群上 社群上 直播上 FB上 說他以前混過黑道 所以法官說 欸對啊 陳詩恩你以前有發文啊 你以前在直播有講啊 這是你自己講過的話 一樣的一樣的東西 今天用在AMR身上 欸 你自己發文說的咧 你在建公跟人家發生的這種 性騷擾事件 然後不爽離職的咧 你自己發文咧 我們那時候都有截圖咧 再加上 你同事 親口跟我們講的咧 我們都 不 我跟你講喔 我不是嘴巴講 證人都有 有去法院兩次 就被調兩次去了 在這五年 調了兩次去 這個案子一開再開 一開再開 輸了 又來 輸了 又來 輸了 又來 這樣六年 就這麼單純 說毀謗 我毀謗什麼 你知道我們公司發生這些事情 我們會幫你處理 我們大家都證人都在 我們去法院也都跟法官講 我們有辦法處理 人證物證都有 他去建公的事情 也是人證物證都有 這樣可以開六年的庭 所以我說嘛 所以我說嘛 得罪民進黨 是吧 這種事情可以跟三省 跟二省 妨礙民意毀謗 那我跟你講啦 你台灣法院準備開不完 我今天不是怕去法院 各位親愛的法官檢察官 你們白天啊去 你們也都知道 各式各樣的人都亂告我啊 徐國勇民進黨的案子 激進黨才剛告我 結束 反正我今天為了國家人民講話 我就得要去這樣子被弄 民進黨告我 也是告我毀謗啊 激進黨告我恐嚇啊 民進黨告我毀謗啊 都不成罪 我都贏 欸馬這件事我從頭贏到欸 我看到新聞下面一堆弱智 又在講 啊應該是好啦 什麼什麼什麼啦 你們知道事情嗎 超好笑的 而且我跟你講 欸馬的案子喔 每年都要報一次新聞 大家有沒有印象 吳宗憲的案子喔 五年了 有時候還會再報 欸馬這件案子已經報了六年了 每一次我去開庭 因為每年都要去開嘛 他就會出來一次新聞 一年平均要去 這件案子要去兩到三次 每年都會有新聞 大家有沒有印象 去年也有 前年也有 前年也有 19年也有 20年也有 21年也有 22年也有 23年也有 因為我去年也有開他的庭 也有去跟 遇到記者 記不記得 也有上新聞 你們各位 看了六年的他的新聞 跟我的案子 你們自己不會覺得 他媽的 這沒完沒了啊 你們自己都不會覺得 會煩啊 真煩欸 真煩欸 真煩啊 我只跟 我只老實跟各位講 喔 我 這樣 反正喔 大家把 把我的事情 看作是一個 很特別的事情 就對了 我也不知道 他媽的在搞什麼 我就沒做錯事 我在捍衛我的商譽 人證物證 我們都提供給法官 阿就因為 林北有名 就這樣被他狗了六年 不氣喔 我本來是很氣 現在都不氣 也不是不氣啦 就覺得 看你啊 這什麼 什麼社會 所以我沒差 喔 我覺得我沒差 私下好好聊一聊 好好和解 大哥 你知道你在講什麼嗎 大哥 這個人 從頭自尾就是 橫空出事 然後 亂在那邊編造一堆故事 說我們公司 對他怎麼樣 他沒怎麼樣 然後自己發生的事情 人家講他就告人家 說 哇你毀謊我 你自己貼出來的文 你的同事親口跟我講 這件事情 然後 你 然後我得去跟他和解 你到底是 腦袋有問題 是不是啊 所以你們別人都該死 你來當我的員工 你出去就可以開始 那媽的誰購書 館長一天公司 掃地掃八個小時 我在館長都沒有幹嘛 都掃地掃八個小時 啊我被 我被心騷擾的時候 公司都沒有幫我處理 都沒有幫你處理 很嚴重耶 你會不會多了 你會不想要 我被冒失了 你幾乎 你會不會打破 你會不會受到 真的很氣 这种事情 你只要有智慧的人 你只要有一点 如果你跟我一样 你遇到一样的一样的事情 这个人 当然我不能说这个人 因为当初他们是两个人 因为他们是男女朋友 你对他们的好 全公司都知道 我对我公司的员工 不会差 绝对不会差 然后他的出去开始 而且还不是一出去就讲 四年后 三年后 忽然这个人出来了 哇 开个YouTube 哇 开始讲 然后再来你就被告了 然后他就在法院哭了 哭了比谁都动听 然后好像我们屈服女生这样 是谁欺负谁 你想一下这个整个脉络 是谁欺负谁 反正案子大家都可以上去看 都可以去调券 好不好 从头到尾的事情发生 你认为 是我错 我只把事实讲出来 罚烦你 离职了 就离职了 哦 像我以前都没有再讲他 我以前都没有再讲这个 啊我们当老板的 比较衰就对了 啊我们有名的比较衰就对了 我们就等于是真的 他往我头上踩 往上飞啊 好 沒有啦 我只是說 我不管他 什麼摸來摸去來幹嘛的 我不管啦 這個不是我應該管的啦 我一直覺得夠了 我一直覺得說 應該夠了哦 應該這樣 這樣玩 應該也玩夠了哦 可以了哦 不要再鬧了哦 怎麼每一年都來 然後法院每一年 法院每一年都讓他上訴 這樣也浪費我們 你知道我們新北地檢 這個庭就開了兩三次 就一般法庭的法官 為什麼會累死 為什麼你們會累死 這種案子 到底是有什麼好這樣拖 我今天不是殺人放火耶 我今天也不是什麼死刑犯耶 要不要廢死耶 就是看你娘咧 人家所有公司怎麼樣 跳出來反擊 就這麼簡單耶 你們白就要被弄八六年耶 這什麼雞八啊 難怪嘛 難怪台灣人對司法就是幹你娘咧 然後人家含血噴人的 我發現最近也很好玩 欸對哦 民進黨的王俊 你是有病是不是 民進黨的王俊 麻煩你們哦 幹 最近我FB哦 都很少講政治 我FB都很喜歡放一些 搞笑的影片 最近可能特別奇怪 搞519了吧 一堆那種帳號在下面說 啊館長 你黃國昌519啊 趕快幫他號召啊 什麼人就白癡啊 貼完一堆網丁圖 啊怎麼還有人相信管袋 怎麼還有人買管袋東西 哦 這種大量的帳號又出現在我的YouTube 出現在我的FB了 又來 冤有頭載有主啊 你罵黃國昌 黃國昌FB放在那裡 你去幹他嘛 我看起來像黃國昌嗎 我看起來像柯文哲嗎 蛤 奇怪 黃國昌的事情 你跑來我的臉書船 在那邊講 欸欸 什麼的 蛤 你要去幹黃國昌 你叫效好一點 你就去他FB跟他對幹 去他YouTube跟他幹 你要去幹柯文哲 他也有FB 他也有IG 要幫你搜尋嘛 他也有YouTube 你去幹柯文哲 我是不懂為什麼一堆人 在那邊說 哦 你的柯文哲 是不是我的柯文哲 大家都嘛 是我的 我的大姐姐 蔡英文 我親愛的哥哥 我最尊敬的人 賴清德 都我哥我姐啊 怎樣唷 怎麼了嗎 蛤 蛤 莫名其妙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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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天BAN了好幾個 那天BAN一個人 BAN一個人三秒鐘 用電腦BAN 很快 那天BAN了一票 真的 那個圖不堪入目 那個圖什麼都有 你知道嗎 就是我的直播 然後四公格 很像漫畫這樣 用我直播的臉 然後下面貼字 都是我沒講過的 什麼我拿中國的錢 什麼我不怕中國健身房來競爭 什麼我贊成福帽 這種的圖還在那家還在有咧 這種我已經澄清到一個 不行咧 然後意思就是說我舔共 欸真的咧 如果你認為館長也舔共 那真的沒救了咧 台灣幾乎都舔共了 真的 連我這一種 這麼優秀的人都舔共 那就全台灣人都在舔了咧 對啊 486舔到爆咧 不是啦 你就去洗黃國昌 你就去洗柯文哲 我覺得比較有道理啦 你知道 我知道嗎 好像是你讓我這邊洗 黃國昌 然後我這邊洗柯文哲幹嘛 我也 不會為了這個去跟他們講嘛 那你洗 我也是會覺得說 我幹你 欸大哥 你 你要打籃球啦 你不會去棒球場 拿一顆籃球在那邊運球嘛 除非你想被打嘛 對不對 是不是 對不對 你也不會拿根棒球棒 再拿籃球運球嘛 對不對 是不是 是不是 不可能嘛 那你只要找黃國昌 你去到那邊找嘛 啊我的問題 如果你是我的問題 你來那邊留言嘛 好不好 你在我這邊留言黃國昌幹嘛 蛤 剛掃電商的LINE 如果你掃的是我們的 就對啊 欸謝謝 謝謝 謝謝你支持我們的 謝謝啊謝謝 謝謝 謝謝你還支持我 還要抖內給我 你這樣觀眾朋友會認為說 你是那種公讀生啊 他會認為說接下來我桌上就要擺iPhone 發財金跟請你們吃漢堡的 那個套路啊 好不好 不然就老頂九六咖 阿布九八 齁 我真的評價很好耶 齁 我直播裡面都有人在說 哇謝謝 自從我吃了館長的 什麼雞巴之後 我的雞巴天天硬耶 齁這樣子 其實那都是暗裝 欸謝謝 謝謝一千塊抖內 欸那到底是多少錢啊 謝謝一千抖內 那是一千還是他媽十萬啊 那到底有什麼幣啊 對不對 不是啦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不會去請人 來那邊說 喔館長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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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東西好好吃喔 你懂我意思嗎 不懂我意思嗎 所以真的不要誤會 這個都是客人 發自內心的愛 他真的吃了覺得不錯 好不好 喔 如果你有被這個 不是本人給錢的留言感動到 是不是現在打開電商 拿出你的信用卡 輸入後三麻了 有多少額度就買多少呢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子 如果有黑卡的就買個八百萬之類的嘛 買回去 怎麼吃 倒水塔 乳清倒水塔就可以了 好不好 我常常講 沖馬桶的時候乳清蛋白 洗澡的時候乳清蛋白 好不好 無論何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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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你焦花的時候都是乳清蛋白呢 好不好 欸 欸 謝謝黨內 欸 耐吉利亞流通貨幣 耐吉利亞 怎麼那麼厲害啊 怎麼會用耐吉利亞抖過來啊 幹你也太猛了吧 為什麼為什麼耐吉利亞抖過來啊 為什麼